有一天,我去世了,恨我的人,偏偏起舞,爱我的人,眼泪如露。 第二天,我的尸体头潮汐埋在地下深处,恨我的人,看着我的坟墓,一脸笑意,爱我的人,不敢回头看他一眼。 一年后,我的尸骨已经腐烂,我的坟墩雨大风吹,恨我的人,偶尔在茶余饭后提到我时,仍然依恋恼碌,爱我的人,眼神仁静时,无声的眼泪向谁哭诉。 十年后,我没有了尸体,只剩一些残骨,恨我的人,只隐约记得我的名字,已经忘了我的面目,爱我之身的人啊。 想起我时,又短暂的沉默,生活把一切都渐渐模糊。 几十年后,我的坟堆驴打崩吹去,没有一片荒芜,恨我的人,把我遗忘,爱我之身的人,也跟着进入了坟墓。 对这个世界来说,我彻底变成了虚无,我奋斗一生,带不走一草一木,我一生执着,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。 今生,无论贵贫富,总有一天都要走到这最后一步。 到了后世,忽然回首,我的这一生,形同虚度,我想痛哭,却发不出一点声音,我想忏悔,却以群慕,用心去生活。 别以他人的眼光为尺度,爱喝情求其实都只是对自身活着的,每一天幸福就好。 珍惜内心最想要珍惜的,三星繁华,弹指刹那,百年之后,不过一捧黄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